我不想离开她 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都不会离开她 我要跟她结婚 您昨天晚上没睡好吗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你脸色也好看不到哪儿去 您想说什么就说吧 别憋着 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是谁先跟谁表白的 是简单谈个恋爱还是要结婚的 真的同居了吗 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程阿姨 还有你俩 你俩到哪一步了 现在没外人 你爸也被我追走了 开始吧 开始什么呀 别跟我在这儿装傻 你从小到大连个异性朋友都没有 现在居然还送人回家 还不止一次 如果是普通朋友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澄清 摆明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样吧 我也不想冤枉你 现在当着我的面 给她打个电话 不是关系好吗 不会连个电话都没有吧 你妈我可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精明得很 想摸摸 门都没有 也就不到两个月吧 也就不到两个月吧 但是感觉 像是在一起很多年了 很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了 所以我急着去新宁 也是为了她 她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 拎着一个行李箱 还有一把吉他 我看她可怜 也没地方住 就好心收留她 一人一间房 刚一开始 我还以为 她是个大麻烦 但是没想到 是她一直在照顾我 一开始 她死活不同意 一个劲地把我往外推 是我死皮赖脸非要缠着她的 我就是想待在她身边 想时时刻刻看见她 我觉得她长大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甚至成熟的时候比我还成熟 考虑得比我还要周到 跟她在一起 我觉得我变得越来越幼稚 经常会去做一些 莫名其妙的蠢事 整个人的智商都被拉低了 感觉活得像个恋爱脑 是她让我成长了 让我知道了什么是责任 让我第一次 想为了一个人好好努力 想为了她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也不知道会不会结婚 但至少现在 我不想离开她 所以 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都不会离开她 我要跟她结婚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过完生日 就三十二了 妈 到了这个年纪 还能有一个人让你编回小女孩 多幸运啊 只要你决定了 开心了 就好好珍惜吧 你说得对 感情比面子重要 所以不用考虑我和你吧 比起你的幸福 别受面子 什么都不重要 vate 粉丝 和你 强 混音 我 你要 看看 什么 我 在 我 你